哈喽 欢迎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9月1号假接的装子成活率怎么样 像这一颗呢 它成活的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还没有长出来 不知道接下去的话还能不能再长出来 然后这个的话里面已经有点发黑的 可能是湿度太大了 然后这边长的是比较好 这几个芽点都长得比较好了 这个芽点刚刚要冒出来 看到没有 马上要戳破那个保鲜膜了 然后这些的话都是还可以 那像这种的话 这种是母本的颜色 小叶子母本的颜色 它这个母本的颜色长得非常多 也长得很快 我已经戳过好几次的芽了 这些芽的话就是要尽快的把它给它戳掉 如果说你不把它拿掉的话呢 它会抢掉这个装子的养分 如果母本的芽点长得比嫁接点的那个旺盛的话 那么嫁接点它就长不好 所以我们前期的话要多花一些心思 就是要把这些母本的颜色的那个芽点 全部都尽可能的去把它戳干净 然后让它嫁接点长得旺盛一点 长得粗壮一点 这样子呢 它后面的慢慢的就是母本的颜色 它就长不出来了 因为就是优胜劣汰嘛 你嫁接点长得好了 那么你母本的颜色肯定就长不好了 如果你母本的芽点长得非常好 那么你嫁接点可能就营养供不上 就长不好了 如果说花样们觉得我录这个视频 对大家能够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记得给个小红星给个关注